黑色的门头的咖啡shop 不能轻易进啊 小伙伴们 白天这边的 去的一条街 还是挺惬意的 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自行车 街上有挺多 这个郁金香的地方 是吧 如果你喜欢Citywalk 那么阿姆斯特丹 可能是我去过这么多城市中 最适合的地方 当然还有咖啡 阿姆斯特丹也算是精品咖啡馆 扎堆的地方 于是呢 那就趁在这里转机的两天一晚 我就来带大家逛一逛这座独特的城市 我现在呢 从机场坐个火车 去阿姆斯特丹的中央火车站那边 因为我在这边只有一天的时间中转 所以不会去太多地方 只会在老城区的周边逛一逛 到了阿姆斯特丹的中央火车站 然后我现在出站 先去酒店放一下行李 然后就带着大家在老城区逛一逛 那个狗子好可爱啊 你看这些全都是街边的自行车 还有共享电动车 你看这边也是形态各异各式各样的自行车 真的每一辆长得都不一样 这个薯条的店铺貌似挺火的 你看里边 郁金香 如果要是想要那种大片大片的郁金香的话 要去到郊区挺远的地方 我没有时间 所以说就只能在市区老城里边 欣赏欣赏花坛两边种的郁金香了 看就比如像这种黑色的门头的咖啡shop 就不能轻易进啊 小伙伴们 你看像街上的这种啊 它装修的比较明亮的 大玻璃的 像这种的就是咖啡店 可以进去是点咖啡的 里边你看是有咖啡机的 对吧 很宽敞很明亮的感觉 进来点一个 这个我感觉应该不错 可以点个畅一下 海湾在那里 so can you get a flat wine yeah with this is this a carrot cake yes and what's this and just for j-sweet it for here yeah like regular milk yeah regular milk are you blogging yeah i'm blogging are you in holiday i went to the london coffee festival have you heard about that there's a coffee festival in london yeah i went there and today i just come here do the layover yeah so tomorrow i will leave yeah to to shanghai china yeah have you been there 这边是一个husband 卢旺达 然后这个应该是decaf 低音的 他们有三个豆子 这个小姐姐呢 看到我在拍她做咖啡 她手抖了一下 这个花没拉好 给你们看一下 紧张了一下 就我发现在欧洲好多咖啡店 都会用卢旺达的咖啡豆 卢旺达的咖啡豆 喝起来真的很甜 钱感很足 而且也有平衡感 可能离得近吧 对吧 非洲离这边会近一些 这家的咖啡 真的挺在线的 咖啡豆用的也不错 三个豆子 一个拼配 一个单品的卢旺达 还有一个低音 算是属于这种 精品的咖啡店的这种性质吧 位置也都挺靠近中心的区域的 叫Coffee Company 我这会再去找一点吃的 感觉好饿 想吃点咸的 白天这边的 XX区的一条街 还是挺惬意的 但是晚上就会摇身一变 哇 那就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 路过了一家牛肉粉 我看到这个东西 都有点走动了 麻辣牛肉粉 红烧牛肉粉 猪毒鸡汤 哇 知道吧 看到这些字的时候 不由自主的这个流口水了 试试看 它这是在二楼的 它这边你看就是吃的还是挺多的 还有这种水煮鱼啊 蒜蓉蒸大虾 还有这个龙虾 这边这个是最好的 就第一个 对 麻辣牛肉粉 对 辣不辣 中辣 哦 好的 帮我来一个这个 哦 它这边还有泰国菜 我老家菜 再点一个青木瓜沙拉了 有那个青木瓜沙拉要稍候一下 好嘞 对 你们有没有苏打水或者气泡水之类的 有 好嘞 帮我来一瓶 对 谢谢啊 哇 它这个碗还是挺大的 这么大一碗 你看 这个感觉如何 有点食欲的吧 相当散是吧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我这一边搅和一边流口水 它这个是卤的牛肉 整的可以的 香 吃一下这个米粉怎么样了 绝了 挺正宗的 有点我去长沙吃这个米粉的那味儿的 然后它这个辣度 我觉得做得也刚刚好 哇 它这个青木瓜沙拉整的还是有点豪华的 虾仁在上面 它这个青木瓜沙拉就很一般了 它这个是甜的 吃起来像甜品的那种 不是泰国的那种青木瓜沙拉 哎呀 我以为它是那种泰国那个青木瓜沙拉 这个店呢 是我昨天来的时候没有拍门的 现在已经开了 我们进去喝喝看喽 哇 它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店 用那 牛肉口的台面的机器做的 哇 感觉很浓 哎 这是点的这杯 他们配了一杯水 另外还点了一个这个 应该有点像是布朗尼吧 香蕉和核桃仁 刚才在脆的时候呢 我发现它的浓度是非常高的 它的浓缩退到了这里 退到了一半还要多的样子 所以说牛奶也就是一半 哇 绝了 这个 这个核桃仁是我来到欧洲之后喝到最好喝的一个核桃仁 它比我在曼车斯特的那一家 喝到的核桃仁还要好喝 真的非常的均衡 就是这个融合完美 它这个也不是布朗尼吧 就是香蕉 加核桃 看到蚂蚁过来了 刚放过来 它都已经闻到味道了 不要啊 这是我吃的 嗯 我感觉我可以再点一杯喝咖啡尝尝看 还有点了一个Long Black 我在点的时候它 Amercano 它是用的大的杯子 Long Black 它是用的小的杯子 这就说明了什么 Long Black的浓度要比 Amercano浓度要高很多 整体来说是果酸感非常强的豆子 口感非常干净 均衡度也很高很平衡 有一点点这种合国的感觉 这个店铺呢 我觉得是属于满精品的一个店吧 另外呢 它也会服务一下周边的社区 武康过来的有游客住在周边的 在周边工作的应该都有 这边是他们卖的一些咖啡豆 和咖啡杯 它的这个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这边是冷脆的 我买两盒的这个豆子了 因为挺好看的 我只是看包装 然后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 嗨 早安 嗨 早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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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管了自己的咖啡店在中国 How long are you in the Netherlands? Just one night Oh one night I do layover in the airport You layover?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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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miss your flight Yeah sure Thank you So by the way what's her name?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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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 Hemmingbird You know what a hummingbird is? Is it that bird? A little bit of fly A little A little bit of a humming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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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mingbird Yeah as well Have a good time And a good flight back Yeah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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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noticed You got two doors here Right So this one is for coming And another one is for When it's busy Now you can enter and leave everywhere Oh I see When it's busy You have a circle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have a good one Yeah bye It's raining 我刚才在问他 因为他的这个咖啡店有两个门 然后呢我就问他这两个门的功能 他说如果要是他的咖啡店比较忙的话呢 那一个门是近的另外一个门是出的 这样的话就能够转起来这样子 这个店真的 阿姆斯特丹我觉得应该是必来的店 现在到了另外的一家咖啡店 Sango Specialty Coffee 这边是单品的咖啡豆的菜单 这边是有早餐的 美食三块四 然后这边是加了牛奶的 然后这边是手冲的 手冲的 手冲的是六块 二点咖啡豆吧 还是小杯一些的 这边有吃的 让我试试这个 他们这边还有二楼 看一下 哇 二楼坐满了 哈哈哈 beautiful view here 哈哈哈 坐满了我就下去了 这边有他们的咖啡豆 卖的一些绿杯 我点的这个 Cortato 你看它是用的这个杯子做的 然后他还给拉了一个花 拉了一个海马 是不是 我听他们说他们的主理人 是个拉花拿了名次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拉花还是做的 比较复杂的这种是吧 就是说每家的Cortato 我在意到用到的杯子的杯量都不一样 可能就是根据他们咖啡豆的烘焙的程度 有的深有的浅 他用的杯子的大小不一样 对吧 其实他的这个Cortato的杯量是稍微偏大了一些 大概在150毫升左右 嗯 他这边呢是一个酸奶 配了一个水果和面包 阿姆斯特丹真的非常好逛 如果大家喜欢Citywalk 我觉得这个城市非常适合 它就是一条条河 中间穿插着一些老房子建筑物小商店 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路穿插在一起 我觉得很有趣 如果是你喜欢Citywalk 一定要来阿姆斯特丹来逛一逛 坐火车去机场了 算是逛了一整天吧 整个行程还是挺好的 我挺喜欢阿姆斯特丹 尝试的感觉的 马上就要到机场了 然后这就是整个行程的内容了 我们下一站的喝咖啡看世界再见 拜拜 拜拜